营业时间一到 民众手拿着问题高饼急发票 前往大甲育真心饼店退货 大甲知名高饼业者育真心 因为生产的咸蛋糕 昏的绿豆碰 油皮卤肉 咖喱卤肉 还有长寿芋头大饼等六项成品 因为使用正寂的油葱酥 疑似共用管线交叉感染到搜水油 店家进行预防性的下架封存 避免民众恐慌 因为油葱酥的上油 使用的油品 就是疑似有交叉污染的疑虑 所以第一个时间 我们为了保障消费者 然后也同时为了维护商育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 进行了预防性下架的动作 下架含有油葱酥的六个产品 为了挽救老店商育 郁真心也展现诚意 民众只要凭发票或是实体商品 都能到店里以双倍退费 其他的产品也能平发票和产品 原价退费 对于在地知名饼店 卷入搜水油的风波 许多民众还是表达力挺 我很满意 我也很惊讶 真的我只想退回我原来的价 那个价钱而已 那你原本是希望怎么做 我原本是想说 然后把这些价钱 然后我再换我需要的东西这样子 可是以后我还是会支持他们 在台中的部分呢 我们是开放那个大甲旗舰店 对就是专心为那个客户处理退货的部分 对只要凭着发票或是上述 就是六个产品的实体商品 都可以来大甲旗舰店 然后办理那个双倍的退费 搜水油风波扩大 知名高扁老店不断中标 业者只能靠着退货来平息民众的怒气 为期8天到26号为止 而他们也接受通讯退费 目前都已经将疑似有问题的产品下架 并且停售 就网上线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